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兰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今天是礼拜五 我先带大家从美股开始看 其实跟我一个礼拜前所讲的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的利益 它就乖乖地从这个红色的下面 这条线下面上来 收回到这个区间 美国的利益 S&P500更精彩 它就在这条红色的虚线这个地方 拉出跟这里一样 类似的下影线 一样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从这个地方 拉出一个好几百点的一个下影线 就从这个地方出现 跟我一个礼拜前所讲的 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就是你先了解 其实很多事情 不管是现在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 很多你所谓专家讲的经济啊问题啊 或者什么问题啊 汇率啊利率啊什么东西 其实到最后你只要想 美国政府的利益在哪里 它就会怎么走 它就会去自己会去修正它 当它对它不利的时候 它自己会去修正它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不用太多去讨论 倒是经过上个礼拜压回 这个礼拜压回 两个礼拜短短的十个交易日 跌掉了1100多点 然后往上又拉了800点 下来1100点 上去800点 这一来一回当中 可怜的是这些融资的投资朋友 你就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杀下去拉起来的过程当中 白白的把好几百亿的股票 包括融资 把它卖掉 而那个卖掉的过程 是一个很痛苦的心酸血泪 所以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 你要先知道说 你上面在 这些人他怎么想 你的对手 我们的对手 在想什么 而不是看着盘面中的感觉 然后去进出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好好去想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早 做得更好 其实这个问题 不是这两个礼拜发生的 其实是在 5月底6月初这个地方 当大盘破了9500点之后 这个地方其实所造成的 一个错误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去用感觉 把你的融资好几百亿杀掉 我们怎么样做得更早 做得更好 其实是有方法的 从7月份之后 7月份之后这2000多点 从9400到7200 这2200多点 就做得很好 我如果能够做得更好 我想我们投资朋友 应该会更高兴才对 所以我们在努力在改变当中 各位也要跟着进步 那美元跟美股 我刚才谈过了 下礼拜我还会谈到这个部分 两岸国家对 那个不是5000亿的国安基金 那整个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 其实几乎都是国家的 各位要了解那个对岸的市场 几乎整个股票市场都是国家的 它要怎么动用 它就怎么动用 所以它剩下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认为修正的空间 对大陆股市来讲并不大 但是不管你是用你什么方法 你用哪一个方法去打这场战役 个股里面反弹的部分总是要出 那如果它是有一个趋势上的买点 你总是要进 除非你退出股票市场 要不然反弹总是要出 趋势上的买点总是要进 用SOP去替代你的感觉 你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才有可能更进步 所以你只要去建立你的操作的方法 操作的模式 任何时机都会是好的 但是反过来讲 我讲了这么多个月了 两年多以来 其实我最近这几个月 已经体现到说 整个股票市场到最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 可是如果这几个月你 每天看节目 看完之后 你还是没有办法想说为什么 第一次有人问我的时候在这个地方 第二次有人问我的时候在这个地方 35 25 15 12 从35块来到12块 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问了两次 第一次你问我的时候 我说你看一下它的成长轨道吧 营收的轨道吧 那时候还有34块 那34块你这个地方看不懂 没关系 第二次还有25块 25块我请你去了解 你要知道为什么 不晓得你到今天8月28号了 了解了没有 这里买这里买 为什么这里不能买 然后到了24块 他为什么根本没有买点 那没有买点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个营收的成长轨道 没有 那没有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SOP的精神 你弄清楚了没有 至少有人帮你看 到了7月6号向上爆量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就这里 就这里 这个地方还有27块 27块12块 你任何一次的一个调整 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要把那个调整的时间 在最短的距离当中 你该进就进 该出就出 我也尽量提醒大家 不要说等到每次你问我 你问我的时候 有时候说实在的 那个时间上都慢了很多 那更不可以说 你去看很多股票 根本是一个错误的讲法 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讲法 45块 15块 15块到15块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讲了很多遍 很多人在45块这个地方 说你看他从69块跌到45块 这个地方的整理 整理完就是底部 我说错错错错错错 我讲了好几次 从1月份到现在 我至少讲了三遍以上 从45块 从45块又跌到15块 所以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讲法 正确的操作模式 SOP 你说重不重要呢 那所以要去看了 要去看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假日当中 看完之后有问题 礼拜一赶快问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简单的东西 你现在不去管它 很多股票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礼拜有很多股票 在谈这一段 那这一段谈完之后 28块 它剩下17块 28块在这里 现在有很多股票 在谈这个地方 或谈这个地方 所以 如果是反弹的股票 总是要出 这个我也讲过M变 从60几块到25块 今天要29块 这个当中 我也讲过很多变了 简单的东西 分析附录里面 都有帮你做记录 有帮你做好 你应该看到的 你没有时间看到的 你没有时间注意到的 61块到25块 46块1没有收过 没有收过 就是没有收过 没有收过 所以它又下来了 好 这些简单该提醒的 不是在节目当中 我能讲得完的 有股票太多了 投资人的股票也更多了 所以 你要去看 每天我帮大家准备的 分析附录里面 其他跟在节目当中 我没有时间讲到的部分 还有更多更多更多 你要注意的 那原理都一样 像这个原理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买点 那这里为什么是一个卖点 那目前没有出现买点 买点卖点 没有出现买点 其实它不算是差的股票 它并不是一个 没有成长轨道的股票 同样的上营 第一次有人问我 我说你这个地方下了 它不会直接上去 是吧 那不会直接上去 它怎么下来的 你知道它怎么下来的 你才会知道它接下来要怎么上去 所以我都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不只是这些股票 你要看的不是什么股票 不是看我在节目当中 跟你讲什么股票 你要看等一下会有 等一下会有几档股票 我准备好了 下个礼拜 我认为我们要一起去注意的 可是好的股票也一样 你至少买好一点的股票 但是好的股票也会压回 这一次在哪里 五月份的时候在哪里 五月份其实就在这里 97块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先压回来 压回来第二次再上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有请你去了解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可是它就从99.7 这个地方就是99.7 99.7的地方就这个礼拜 当时6月份29号那个礼拜 99.7的时候 我还特别请你说 它需要更多的条件 需要更多的条件 这里为什么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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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这一次又下来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我都帮大家准备好 你应该要有的方法 标准 标准作业流程 SOP 我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我都交到你手上了 我交到你手上 你还没有把它拿起来 变成你自己的方法 变成你的操作模式 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你现在跟我们一起操作 不是跟以前的投雇一样 每天在那边进啊 出啊 进啊 出啊 赚钱啊 赔钱啊 你应该要借这个过程 边做边了解 为什么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其实你懂了一次 一辈子就懂了 可是你这一次不懂 永远都不会懂 你这一次没有开悟见性 没有去领悟到那中间的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你永远这个简单的道理 你就永远都不会 那永远都不会 你说等时机再好 时机再怎么好 都一样 所以包括现在要找的这个波段的低点 这两次波段的低点 我都正确跟大家预告 这个都在电视当中预告 电视当中预告 几年前的预告 跟最近这一次的预告 方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借由这些简单的方法 我们等一下来看 下个礼拜 有哪些个股 我们要一起去注意 但是你不是只有超股票名字 我希望各位更进一步了解的是 中间的简单的方法跟道理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今天礼拜五是摩台结算 摩台八月结算 那摩台八月转到摩台九月 各位仔细看 摩台九月刚转畅的部分 它已经过了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 可是大盘今天还没有过这个高点 所以摩台九月 它是领先大盘的 只要是指数期货 比大盘要领先 这个对多方来讲都是好的 指数期货 比现货要领先 这个对多方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可以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 今天盘中到最后已经拉到 变成塑化股跟传产股 今天已经变成塑化股 5个percent 一个类股涨5个percent 水泥涨5个percent 玻璃涨6个percent 汽车涨7个percent 变成传产股了 从前两天的电子金融 然后到今天的传产股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一次的低点 第一次的低点 电子跟金融碰到短线的压力 就是因为电子跟金融碰到短线的压力 所以礼拜五盘中变成传产的龙头股 可是这是短线的压力 拉回还是要早买点 因为我也跟大家预告过了 第一次的低点是怎么看到的 这个第一次的低点是从金融股看到的 因为8200要破之前 是要由金融股去破 金融股去破8200的低点 当然到7200是比我预期的要深一点 但是这个低点本来就要破 破了8200是要金融股去破 同样的这个低点7200上来 第一次的低点也是由金融股 去判断大盘的第一次的低点 所以第一次的低点其实在前几天 已经出现了 所以拉回去找买点 那么要预备 你准备准备好了没有 要准备一些股票 不然到时候你又是走忙脚乱买一通 而我所准备的股票 它都有一些简单的道理 都是一些短线的SOP 但是短线不是为了短线 是为了一个从波段的结构里面 所看到的短线的点位 什么叫短线的SOP 它怎么下来的 它怎么下来的 这个地方 这里 100块这个地方先下来 下来以后它要怎么上去 那上去了以后 当大盘上个礼拜压回500多点的时候 它先上来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已经先涨了 那涨到108的时候 我说暂时你先不要买 因为短线的SOP 还没有完成 所以它又从108这个地方拉回来了 那拉回来就这里 这个地方拉回来 拉回来碰到支撑又上去了 上去以后 因为今天收购了97.5 所以今天收购之后 它的波段的压力会减小 然后只要维持在这个地方 维持在这个地方 经过一个标准的SOP 短线的进化的SOP 它就会出现 从短线到波段的一个买点 你只要做好防守的价位 把那个价位的设计 顺便做一下 就好了 操作就是如此 很简单 但是你一次会了 你永远都会 你一次都不会 永远都不会 你不要再花二三十年 其实每个投资人 都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因为你在拖那么久的时间 不去开悟见性 钱只会越来越少而已 保存45块这个地方 跟大盘不一样 那跟大盘不一样 它还不是一个操作标准 那它又继续涨 从45块这个地方又继续涨 大盘又继续跌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股票 它的买点要经过一个整理 整理类似这个地方 然后下一次的整理的位置 就是一个短线SOP 从7月1号以后 我们所建立的 短线的操作标准 你会了以后 你就知道下一次的买点 在什么地方 就好像我前几天再跟大家讲百合 它其实短线的支撑 从短线的支撑这个地方 先涨上来再放大 从短线的支撑65块这个地方 讲完之后涨上来 涨上来之后 今天这个地方是什么位置 其实我昨天都有讲 你昨天没听懂 你也不当一回事 你认为我跟别人一样 其实我都希望你懂 你懂了没有 为什么它打下来65块这个地方 涨上去 那这个就是一个价位设计的问题 涨上去之后到昨天 那为什么先压在这里 然后今天进入这个位置 今天进入75块这个地方 收74块6 进入这个位置 其实你第一次一定要有效的支撑 第二次才会出现有效的买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你看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抓到的 怎么样把你的买单 建立在一个趋势上的买点 然后用我7月份以后 最新给大家的给我们会员朋友的短线进化的 比较精密的点位 就会出现 这不就是一种改变吗 然后这种改变不就是一种进步吗 所以我是很诚恳的邀请各位 因为这里面是有原理的 那表示说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的 这一段2000多点的修正当中 很多股票没跌 你在节目当中都看过 而且我都是事先讲 我不是事后讲 那我为什么能够事先讲 因为我已经开悟见性了 好不容易啊 我已经了解当中的道理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找更多的股票给大家 然后从里面的个股里面 原理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可以推论出来 从SOP的原理里面 9月跟10月 它会有更多更多的强势股 然后我希望你知道说 这些强势股的背后 为什么 为什么 怎么去执行 这个是特别重要啊 如果你现在不把这个为什么 怎么去执行做价位的设计 这一次一次把它弄清楚 这个就是我几个月前讲的 脱胎换股 脱胎换股 如果你现在不能去脱胎换股 那就是退出股票市场 好我们都一样 所以再看还有什么样的菜 私房菜的定义 我为什么要定义清楚 因为我就是不希望 你跟着我们做任何的股票 你都要知道原因 这个是别人做不到的 没有一个人现在在台面上敢讲说 你跟着我做股票 我告诉你为什么 每一个原因你都知道 为什么他没办法讲 连私房菜 反正就是强势股就去追嘛 每天都有不同的强势股 明天有不同的强势股 每天不同的强势股 追不同的强势股 他当然讲不出道理 然后赚钱你就不在意 可是当有一天你赔钱的时候 你什么收获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得到 所以你这次要得到的是 其中的为什么 当然我有看好的股票 如果我有一天 比如说下个礼拜 我花了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比平常更多的时间 来跟你讲一档股票 为什么 他有多好 他有多么值得你拿三千万 重压一档股票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当然我会有我的 各种角度的考量嘛 可是如果我不是这样 跟大家讲的时候 你就要布局 按照资金的比例 按照资金的控管 去做布局 而不是拿三千万 去扎一档股票 但是我会有那种股票 其实我蛮看好 这种类型的股票 新型的散热技术 这八千五百点 其实他没有跌 其实这档股票 以前你根本就看过 你看过的股票 为什么他跟大盘不一样 其实我看好这种类型的股票 可惜 他是一档私房菜 他是一档成交量不当的 私房菜而已 连私房菜 我都把它定义清楚 开悟见性 对各位来讲是比较重要 见为资助 开悟见性 只有这些股票而已吗 如果只有这些股票 就不叫开悟见性 就不叫见为资助 所以 有六档股票 他都有原理的 第一档股票 跟前面你看到的都一样 他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尝试去做短线的SOP 这个位置 有短线的位置 他是一档纺织股 这是一个汽车零组件 还有中线的条件 中线的条件 中线的位置 这是第二档 第三档下个礼拜一起注意 原型底 我上一次讲原型底是哪一档股票 我上一次讲原型底是这一档股票 2368的金像电 第一次讲原型底 结果涨了一倍 将近 其实他是15块 那时候是15块 15块涨到23块 也有50个percent 上一次的原型底 涨了50个percent 但是他怎么跌下来 我有讲 沿路我讲得清清楚楚 他从19块8怎么跌下来的 他这个原型底怎么上去的 你赚了五成 19块8怎么跌下来的 你本来就应该避开 现在剩下8块 你在节目当中都看过 不止一遍 好几遍 所以这次第三档 他又是一个原型底 公司在土城 工业区 第四档第五档 把这第五档 它是一个趋势上的买点 那这个趋势上的买点 它是跟华通一样 华通还是很强啊 只是今天没有收过 21.3我昨天讲的 昨天今天没有收过21.3 还不是一个买点 这个昨天讲过的 那这个第五档就跟华通一样 他同样的 有一个趋势上的买点 第六档一样 有一个趋势上的买点 这是一个隐形冠军 他有很多产品 是台湾第一的 只是大家一般都不太注意而已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邀请各位 下个礼拜要特别 我们一起注意 因为你会说选举 其实选举之前 我们要有赢家的思维 有钱人的人际关系 有钱人跟穷人 想法是不一样的 有钱人的人际关系 未来这几个月 在选举之前 我们要特别去注意 有钱人的人际关系 时间关系会客服在这边 假日当中 我们有值班人员 可以接听你的电话 礼拜一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